大家都比較注意 產品也越來越多 我們現在都看得到 以前剛才主持人說到 圖市長、圖行者市場加育 我們很久以前 我們學校文英科技大學 落到圖行者 是疾病管制局的局長 來做一些關於溫爪法規 做一些為政府做一些事情 除此以外 我們也做一些關於溫爪 一些菌種的篩選 一些有可能導致疾病的菌種 一些好的菌種 也做一些分析 因為生物科技和衛生物是有什麼關係 尤其是發酵 發酵的產品 現在很多 我們學校 主要都是對 護理、健康大學來發展 所以我們專業 關懷、氣質、宏觀 這是我們學校的目標 所以也對這方面 生物科技的教育 特別來注意 最近 因為這個時代 有在注重這方面 把專業技術 融入通識教育 科技要把它普及到社會社區 所以我們有做一些 價位 越來越現代化 科技的進步 有很多 很快 所以 我們的一些價位 和生物科學 生物技術 都有一些 得到一些信賴 我們做的價位 比較主張的是 關於教育 教學 尤其是用 現代的科技 比如說 數位教學 比如說 生物科技 生物科技相關的法規 生物科技 倫理的問題 議題 很方便 希望說 讓愛 可以轉動 教學 學